第一次遇见是在我住畅的酒吧里 无意间的对视 我就被她吸引了 这也让我相信 我们的相识不会只是偶遇 她比我以往认识的女生都要成熟 在我们第一次单独约会时 提前把菜都点好 但她也有小女孩的一面 会像个小朋友一样跑来跑去 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相处中 我确信她就是我想要坚定选择的那个人 但我始终不敢说出我喜欢你 因为我也经历过一段婚姻 那段婚姻之后 我对待未来的感情更加慎重 担心仓促的选择会让双方受到伤害